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阿佛 大家好 有的人 尤其是現在社會 因為常常被捧磁 這是一個網路用語吧 就是明明是做好事 結果呢 因為我們的好心 結果被人家濫用 導致於現在很多人都變得比較冷漠 不太願意去做善事 原因就是因為怕 自己做了善事 比方說路上一個人跌倒 你去扶他 結果人家還誣賴你說 這個是不是你推倒等等 現在這種社會現象呢 也不是說很普遍啦 但是有越來越多的這種案例 所以導致大家 越來越退縮 在做善事方面 那麼這個呢 就有的人在問我 好心如果不小心真的辦成了壞事 到底算善業還是惡業呢 到底是算罪業還是功德呢 同樣的其實反過來問的話 也一樣的 壞心辦了好事 到底是罪業還是功德 那麼首先我在這邊 要先解釋一下所謂的 我們所理解的好心辦壞事 應該是說他的初衷 他的發心是善的 是一個好的心 那麼所謂的辦壞事呢 也就是說在結果上面 至少表象上看起來好像是 不那麼的如法 或者說呢是一個 有的說法是說 一定是要讓人家受到傷害 讓對方受到傷害 或者說因此呢 讓這個過程不是那麼順利 雖然他的初衷是好的 結果最後呢 做了反而是一個 不太盡如人意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在結果方面來講的 他們首先呢 我們都知道佛教裡面 修行就是修心 身與兩個呢 方面呢都是仆人 心才是主人 所以心可以控制我們的生跟與去做 主導我們的生跟與去做事情 那麼這個情況下呢 所以很多大德 像中科巴大師就提到過 心善地道亦賢善 心惡地道亦惡烈 一切依賴於自心 也就是說當你的心是好的的時候 那麼你的結果就會是好的 那麼當你的心是惡的的話呢 你的結果就會是惡的 也就是說惡業 也就是說以這個理論 或者說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發心是最主要的 那麼生與的行為是其次的 當然我們並不是特別強調 也不是說提倡大家只要心善就可以 當然做善事還是要有智慧的 有方法的 也就是說 光是有好心是不夠的 再有必須要結合我們的智慧 跟方式跟方法去做 盡量還是要做到盡善盡美 不可以把這個好心當壞事 這一句話當成一種藉口 或者說是推脫責任的一種說辭 但是實在是我們這個凡夫的智慧有限 在我們的這個能力有限的情況下 多多少少很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明明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好的發心一個初衷 結果最後的結果卻不是那麼的好 或者表象上看起來不是那麼好的話 那麼到底是善業還是惡業呢 在這邊我個人的觀點是覺得 善業惡業因果東西是非常非常的細微的 我們都知道除了佛全知的佛陀以外 哪怕是實地菩薩也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了知細微的因果 沒有辦法毫無障礙的完全的通達 那麼就更不用說我們凡夫了 所以呢這個我們只能說初大的方面來講的話 因果善業惡業有一部分雖然可以相抵 但並不是完完全全可以相抵的 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善業都可以抵惡業 也不是說所有的惡業都可以抵掉善業的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成立的話 會造成一種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會變成這個眾生輪迴六道輪迴中的眾生 只有兩種類型了 一個就是完完全全純粹只有善業的 一個就是完完全全純粹只有惡業的 為什麼呢 因為善業惡業相抵了嘛 它要嘛就是正的要嘛就是負的 就好像數學一樣 反正你加減算出來 加減算出來 要嘛就是完完全全正數要嘛就是負數 如果善業惡業完完全全可以相抵的話 但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明明框就是不是這個樣子 善業惡業每一個眾生都是參半的 也就是說有一些不定業 可以用這個善業的基輔等等去抵消一些的惡業 但是一些定業方面的話 是沒有辦法這樣子去相抵的 那麼所以在過去很多的公案裡面 包括我們說釋迦牟尼佛 他在因地的時候 他在這個五百 我們都知道這個所謂的五百商主 然後一起乘船去外面取這個寶藏的時候 去去海的那個取寶藏的時候 在路上呢 因為他發現其中有一位呢 他有害心想要殺掉這個五百商主 然後呢 自己獲得巨大的財富 那麼他知道這個情況之後呢 他以他的善心 他願意自己承擔這個惡業 也就是說為眾生悲業吧 類似這樣子 然後所以把這個叫做短毛的黑人 這個殺掉了 等於之後他其實造了一個殺業 那麼在所有的這個公案提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都講了他因此而迅速的積累的廣大的資量 那麼在開示我們說十三頁的 或者說十二頁的時候 其實都有提到 除了義的三頁以外 生的三頁與的四種惡業 其實都有開許的時候 也就是說 當他的心完完全全的 不掺雜一絲一毫的思慾 純粹就是為了立他的心的前提條件之下 那麼哪怕他造的表面上的這種惡業 實際上呢 他還是會積累比較大的福德 可是呢 並不是說他殺生這個事情 就完全沒有結果了 最後釋迦牟尼佛後來因為在 他在視線上面 也視線出因為他過去殺了這個短毛 短毛黑人的這個果報 然後他的腳頂呢 就被這個木這個刺利刺 扎進去 然後當時呢 他和佛陀就開示了這樣子的因緣 那我們不管 暫且不論是佛陀為了視線給眾生的開示 還是說呢 他連佛都要承受這樣子的果報 但不管怎麼樣呢 我的觀點是 他還是造了這種行為之下呢 惡業還是會犯的 還是會造下惡業的 只是呢 他的惡業不會有他的善業大 也就是說因為他的善 我們說這個心為主 生與為輔 也就是說他是其次次要的 但實際上他一殺了這個眾生 還是有損害到這個眾生 還是有傷害到這個眾生 至少是斷了他的性命 呃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雖然積累了很大的福德 那麼 但是 這個福德會大的概過於他所積累的 所造的這種惡業 那麼這是一種情況 另外呢 就是 當他的心很純很善良的時候 哪怕一些不恭敬的行為 像 呃 巴楚倫波界 所寫的這個 這個 《普言上言教論》裡面也提到了一個 就是 三個人因為一尊泥象 而成 而解脫的這個 這個 公案跟故事 就是 一個人 他看到一個泥象 在露天的 然後被雨淋 風吹日曬雨淋的 然後呢 就是 變得很不莊嚴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泥象很可憐 所以呢 他就看到旁邊剛好有一個破的 破爛的一個鞋子 於是呢 他就把這個鞋子呢 放到泥象的頭頂上 然後呢 想說為他稍微遮一點雨 後面來的 又一個人經過了 當那個時候天前了之後 另外一個人經過 他就覺得 怎麼有人 可以把這個 這麼不乾淨的一個破爛的草鞋 一個鞋子 放在佛像的頭頂上 這是一個多麼不恭敬的一個行為 不如法的一個行為 所以呢 他又把這個鞋子呢 從這個佛像 泥巴座的這種佛像頭頂上拿掉 那麼因為這樣子 一個 第一個造作 塑造這個泥象的人 還有第二個 在泥象上面放草鞋的人 第三個 把泥象上面的草鞋拿掉的人 他們三個呢 都因為他們的善心而解脫 也得到這個善意的功德 那麼表面上看起來呢 是我們如果不懂的人的話 一般人都會像 第三個人看到這個樣子 怎麼一個泥象上面 一個佛像上面 竟然放一個這麼骯髒的 這麼破爛的 這麼人家穿著腳底上 都發錯的一個鞋子 竟然可以放在 竟然放在這個上面 是一個多麼大的一個罪業啊 如果以我們這個表象上來看的話 一定覺得它是一個罪業 也沒有任何功德 就是一個不盡的一種行為嘛 可是實際上 因為它的發心 它就是為了希望避免這個泥象 被遭到這個雨水的沖刷 然後慢慢的這個消失啊 所以它才做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這個也有點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有時候 會做的所謂的好心辦壞事 可能我們現在做一個法會 可是因為我們的智慧不夠 然後做出來的 大家在過程中有一些摩擦 然後呢 這做的行為呢 甚至是不那麼的如法 那麼到底罪業還是功德呢 其實還是看我們的發心 以發心為最主要 當然這過程中呢 不能或者說 不要去升起我們的這種 貪稱痴的這種三毒 因為這個三毒的話 會把我們的這個功德 力拿摧毀 在沒有回向之前的話 會把我們的這個功德摧毀 那麼總而言之 今天我想提到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第一 首先做好事的時候 一定要有智慧跟方法 這個不是一個 不能把這個當成藉口 第二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實在是有一些 沒有辦法達到的 我們這個能力不足的 智慧不夠的話 這個情況之下呢 不要太注重結果 而是要注重這個過程 也就是說注重這個因 因為因果不虛 當我們真正相信因果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的心是善的 我們的因是好的 種下去了 它的果自然就會是善的 那麼所以不要太在乎 別人的 閒言碎語 或者說這種 別人的一些毀謗 或者說別人的這種瞧不起 我們做這些善業 也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美 也不是為了得到什麼 只是為了一份 我們純粹的利他心 那麼只有以這樣子的心態 去做善事 那麼才是 我們佛教徒裡面 真正應該要去達到的這種 去方向 或者說我們應該要去做的這種目標 好 那麼今天呢 就跟大家簡單的分享到這邊 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